鼠指一按 坑洞被顺其修复 抓起一根树枝 大树比连根拔起 扔掉一颗垃圾 桶却断了起来 突然 狗子开始狂叫不止 此时 一根骨头被抓起 放到了一个模型上 一眨眼 一颗巨大的骨头出现到了狗子身边 原来 这以下都是眼前这个小黑在操控 就在早上 他无意间发现 一张和小镇一模一样的模型 好奇的他拿起一瓶水壶一喷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外面也开始来下雨 他觉得不可思议 又开始了多次混洒 果然 外面的雨也跟随着越下越大 看到这些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随后 他拿起工具 做了一个指示牌 写上全米最有魔力的小镇 擦在了高速路口 到了第二天 游客络绎不绝 带动了小镇的心窝 而这个废材镇长也得到了聪明的褒奖 这人小黑非常不爽 因为他妻子的死和镇长脱不了干系 为了报复 小黑拿起一颗石子 砸下了镇长的汽车 看着自己的爱车成了这样 镇长开始产品货论 没想到 还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小黑决定再给他下点猛药 于是 他抓来了一只剧毒蜘蛛 就在夜高风黑夜 蜘蛛爬到了镇长运气 镇长被下膛 脚已经不停失化 眼看就要被吞噬了 可突然 蜘蛛腾空而起 消瘦不借 只是梦圈的镇长 这只是给他的一个下满味 然而 到了深夜 只吃牌突然短路 整个小镇没有了电力 人们生活不变 矛头直直镇长 他终于招人指责 小黑看到这一切 突然意识到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 向众人砍来了 所以 回到家后 他准备烧掉这个模型 可镇长大人却冲了进来 他准备要接完这个模型 为自己带来财富 小黑上去阻止 在争斗中 模型被撞塌 而小镇也会与异当 只剩下这枚小黑手上脱落的 巨岛环境戒指 算了关注的标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